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操作集合collection 相当于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表 好 那咱们操作一下这个集合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MongoDB数据集合的操作 这个我给打拳 MongoDB数据集合的操作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应该不是很难 首先咱们在OS下敲入Mongo 进入MongoDB的工具行 或者叫做命令行模式 然后咱们首先先打一个showdbs 什么意思 咱们上期用过 显示当前所有的数据库的一览 然后咱们进入comablog这个数据库 当然如果没有comablog这个数据库的话 它会给咱建立 接下来咱们再执行一个showcollections 什么意思 看一下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哪些集合 显示这个数据库的集合一览表 因为如果是新建的话 肯定就没有 如果是咱们是进入这个数据库 如果是已存在的话 它会把这个数据库中所有的集合给它列出来 好 如果是第一次没有的话 咱们通过db.createcollection 建立一个用户集合 就这个users 用户集合吧 当然我加s嘛 为什么加s 复书嘛 对吧 多个用户 不可能是一个用户集合 这说不过去 好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用户的集合 坏的话说就以前咱们用户表 建完集合之后 咱们用这个showcollections 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建上了 能看到我们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用这个db 大家注意 db. 点什么 刚才咱们建了一个user字 这个点collection 咱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引用 db.user集合名 然后什么 大家请看 我把它想变一个名 叫做renamecollection 比如说我把user这个集合名 我感觉叫不好 叫什么呢 叫stuff 这比较好 再通过这行命令 把这个相当于是说 数据集合的名称 由users变成了stuff 这个我敲的稍微的这个 备注细一些 把它变成了stuff 就这感觉 rename了一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集合 发现确实是变成stuff了 一会咱们会运行看到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要把这个集合删除怎么做 相当于是以前的删除表 怎么做 敲db. 刚才是users 现在变成stuff了 叫db.stuff.drop 删除 去掉 扔掉 它不是delete mongodb 它就故意和咱们一般的 关系型数据库的操作命令 不一样 以前咱们叫delete 对不对 不 它这个叫drop 把它扔掉 就可以 咱们把这个表扔掉之后 或者把这个集合扔掉之后 咱们再收一下当先集合的状态 会发现 现在的集合全部消失 然后咱们再执行删除数据库 最后再看一下数据库的一览表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操作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执行 好 我先在这敲一个mongo 进入到控制台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先敲售 咱们一行行来 先敲售dbs 看一下 现在数据库的情况 怎么样 admin config local 就上税库 好 既然没有coma db 咱们通过这个usecoma blog 建一个coma的db 然后咱们再show一个dbs 看一下 因为现在没有表 所以呢 还没有 对吧 那ok 咱们呢 马上建一个集合 db.collection 然后是users 建一个用户 集合 好 现在咱们再看一下showdbs 哎 怎么样 出来了吧 这个表有了 然后咱们再show一个collections 怎么样 刚才咱们建的用户表呢 也有了 当然这用户表里面 什么数据都没有啊 这是今后的话题啊 咱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放的相当于 咱们的关系数据库里面的select 什么都没有吗 还没有数据 ok 那咱怎么办 rename 把这个用户表变成staff 试试 够 ok 返回1 说明变化成功 那咱们再showcollections 看一下 哎 怎么样 刚才showcollections呢 变成 是这个users 现在呢 咱们再show的话 变成staff 说明什么呢 咱们rename成功 ok 接下来 咱们把这个表 或者说把这个集合再删除 试一下 够 够吧 是不是说明什么意思 删除掉了 然后咱们再show一下当前的collections 没有了吧 说明这个表呢 被咱删除 这是非常危险的命令 您在这个真正的生产环境可要谨慎使用 好 既然没有表了 那咱怎么办 再删除数据库 不过在删除数据库之前呢 咱们先看一下当前的DBS 大家请看 其实这个没有表了 数据库应该也没有了 所以咱们再删一下 也是无可厚非 大家请看 这是真正的删除 koma blog ok 说明了这个数据库已经删除成功 咱们再收一下DBS 没有问题吧 好 以上就是简单的数据集合的操作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给我留言 我呢 都会给您解答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课件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酷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不过我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因为You酷的话 它转码经常的话 不是高清 所以呢 非常推荐您使用YouTube频道 进行观看 那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